全部用過 假博士真騙子的大小分容器 上去 但是我們就是 這些警察我剛剛看了其實 蠻粗暴的啦 但是他們也蠻可憐的 因為他們就聽命於高層嘛 你千萬不要罵到 蔡史皇 蔡依依 我想這是犯了大忌 不過 假博士真騙子這件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了 對美國來講 他可以拿這個來 跟蔡英文做一點暗示 所以他其實是被德索被要脅的 現在官單位很緊張 你看他每天提心吊帶 因為就要被揭穿了 聽說 進不去 我第一次聽說過集會遊行進不去的 哪一個人會希望集會遊行要管 就是人越多越好啊 對不對 又不是共匪來了 所以我今天要請你當事人就是 這些日子來 我其實很佩服 曾淼洪博士 因為他挑社會改革中最辛苦的一塊 叫做參風入宿 要被抓要被罵 要被趕 還要被舉牌 還要被恐嚇 要被移送 這種出活 都是他在幹 我打心裡也佩服 所以我今天來邀請到曾淼洪 曾博士 人家是 國防大學的 電機博士呢 而且 中正理工學院 中正 現在不是改國防大學了嗎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 以前是中正理工嘛 對不對 那時候是軍校連招的 國防醫學院跟中正理工 算是甲祖 丙祖各第一名的科系嘛 想要念丙祖的去念國防醫學系 想要念 甲祖的到中山醫學系 我也見中同學去念中正電機系啊 好 我今天就要來請教 曾淼洪博士 7月16 一天 7月16一天 你到現場去了 你看到的 你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看到你們傳過來的影片 第一件事是 我找要找死 哪有機會遊行 不讓人進去的啦 我第一次聽到 又不是 又不是那個 我的小巨蛋演唱會 說怕人太多 為什麼 是這樣子 我簡單描述一下 那天的情形 那天是兩點鐘 我本來一定是 一點半 到達我的集結地點 長德街口 跟中山南路 台大醫院的對面的集結路 但是呢 因為整個 整個地方全面管制 所以說呢 我就提早出門 我沒想到我一點時溫就到達 本來是一定一點半 結果一點時溫就到達 沒想到 沒有受到攔阻 我帶的所有賈博士真片子的 差不多三十幾支的關東琴 全部能夠就定位 因為交通前面管制嘛 車子開都進去嘛 沒想到 我提早進去 竟然讓我進去了 當我把我的三十幾支的 大型的關東琴全部換上去 警察就包圍過來了 警察就二三十個就把我包圍住了 說這邊不准擺東西 我說對不起啊 我不是擺東西啊 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賣那個仙草兵的 你不管 你怎麼會管我呢 他說 然後呢 他就他就沒有 他先警告 二三十個先警告我 然後我就東西晃了 我就慢慢 我的幫手就就慢慢來了 來了以後呢 他們看我把賈博士的旗子拉起來 然後呢 我的人一個旗子一個旗子 把他架起來了 然後呢 有二毛一的 有一毛四的警官 就開始 就是全場盯住我了 然後我在全場就盯住我了 然後呢 甚至以後警察 反正我的大旗就是不能進去 我說 為什麼李政華 司法改革協會的關東旗 他跟我借了六根關東旗桿 都能夠進去 為什麼我不能進去 他說 我的主題不一樣 我說 我是 黃國昌的同事 黃國昌打電話叫我來的 他說 那你打電話給黃國昌 好 我說 黃國昌現在沒有辦法接電話 然後呢 他竟然警察竟然跟我講 人家裡面是居住正義 他的標題 Headline 跟我的標題 賈博士 是不一樣的 我說對不起 我是司法改革黨 黃國昌 第一天的海報貼出來 是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是打在前面的 所以說我們在 在司法改革黨的 中央決策委員的會議裡面 我就講了 人家打的是司法改革的旗子 我們司法改革黨沒有到場 真的是對不起全國人民 所以說 在我的解釋之下 張靖 他說好 那麼我們如果去參加的話 我們必須 要上台 尤其我們有一個農藝會長 叫做楊志良 然後農藝主席 楊志良 然後主席是張靖 然後張靖說好 我們最後一節請張靖 因為認識黃國昌的人太多了 中央決策委員裡面認識 黃國昌的人太多了 所以說就由張靖主席 打電話給黃國昌 所以說那天我們一開完會 張靖就跟黃國昌起了聯繫 然後張靖有跟黃國昌 講說 說你有沒有發給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邀請卡 黃國昌講說 有 那說那這樣好了 你發給三個黨都有邀請卡 那也應該發給我們司法改革黨一張 結果呢 黃國昌說 好 那我 我去了解一下 再給你回話 然後張靖就在等這個回話 一等等到五天六天 就秒無陰性 我不曉得我這樣講 所以說那天呢 基於司法改革的第一個標題 所以說我們司法改革黨就到了 然後我們強調 賈博士 真騙子 蔡英文 這個大旗呢 我們全黨有六支關東 現在在我身上有六支旗子 我們全部帶到 所有 所有剩下的旗竿 全部用過賈博士真騙子的關東旗 大小關東旗 補上去 但是 我們 就是進不了場 然後呢 然後警官是跟我講 說我們的主題不對 需要 重新自己申請 我說 他們講的標題是司法改革 我們是司法改革黨 為什麼我不能進去 我還要再申請 反正就是在 跟警察之間的拉鋸之中 結論 我們是進不了會場 好 其實我覺得 有沒有辦法進到凱道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好 就像我們在英國倫敦 在 這個 2019年的 10月18號 在英國的 Savoy Hotel 我們辦了一個記者會 那因為我們是 我們也知道嗎 在海外辦記者會 你一定是網路為主 所以 所以現場大概差不多 十一二個人 結果 那時候我們的住責代表就笑我們說 現場就有七個人 這叫自欺欺人 我說 不錯不錯 來 果然是一個這個 可以吟詩作對 結果經過了一年多後 我們在網路上呢 有七十萬人 我們不小心欺了七十萬人 所以 其實 現場有多少人不是重點 所以 經過 這些警察 我剛看了其實 蠻粗暴的啦 講那些話 就是沒有 沒有這個法律概念 但是他們也蠻可憐的 因為他們就聽命於高層嘛 那高層就是這樣子 你要罵誰都可以 但你千萬不要罵到 蔡史皇 蔡依依 所以 我想這是犯了大忌 不過 賈博士真騙子 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透過 我透過朋友在美國國務院 他說大家都知道 他說在我們華府的政治圈 只是覺得 這件事情不是現在美國的 這個 top priority 對美國來講 他可以拿這個來 跟蔡英文做一點 暗示 會跟他講說 這個我們其實都知道 這樣 那這樣 難怪 要買地雷有地雷 要賣飛機有飛機 軍火商25個 一起來 每個做專機來 所以他其實是被勒索 被要挾的 我們也知道 那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說 他被勒索被要挾 所以我們就說 那不要 不要讓他被要挾 因為我覺得對就對 錯就錯 至於後續是什麼東西 那讓 讓你們這些搞政治 玩骯髒事情的 你們自己去處理 所以 這個婦如皆知的事情 早晚有一天會上 國際的媒體 那現在在英國端 我覺得 現在國安單位很緊張 蔡英文很緊張 我覺得他應該是在憂鬱症 在 在這個精神一些 一些這個 疾病的掙扎當中 你看他每天提心吊膽 因為就要被揭穿了 英國 我們連續 7月7號 7月11號 相隔四天 連續兩勝 這兩勝 講白了 就是說 前面這些包庇你的人 說什麼 個人隱私啦 講什麼不能查啦 這個不符合自由資訊法啦 不進入實質調查啦 說什麼我們是小粉紅啦 我們無理取鬧啊 這些都是 An Error of Law 這都是法律上的錯誤 一個法官被人家打臉說 你法律上有錯誤 那是個多麼丟臉的事情啊 那個叫做Alice McKenna 對不對 那今天 高院把他駁回 對不對 高院把他駁回 意思就是說 你要展開聽證調查 那就好啦 我們在台灣 大家一起 包括曾美豪在那 我們忙了四年耶 忙到浪跡天涯 不過爭一個什麼 爭一個調查 有這麼困難嗎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那個姚念慈 會這麼賣力演出 因為張靖律師 跟李政華律師 提著一個皮箱去開庭耶 什麼叫提一個皮箱去開庭 那不是要走路耶 不是要登機耶 人家是滿滿的一箱 皮箱的證據 要去跟你 要去跟你算 結果 姚念慈一看 來了兩個皮箱 這腳皮箱 嚇到了 乾脆不要開庭 免得 接下去會出事嘛 那要怎樣不開庭 他們早就在國安單位 你知道高層 曾淼洪 曾博士 因為念中正理工 你有一些朋友在親自單位 我也有學生在 在這些領域當中 對不對 結果 為什麼 因為他們設計好了 要讓這個庭不進入調查證據 因為是刑事庭 你刑事庭不調查證據 你很難 你很難開庭嘛 要這個庭不繼續下去 只有一個辦法 要嘛就把當事人幹掉 要嘛就是讓他被通緝 所以他們設計好 看我一出境的時候 趕快發通知叫我回去開庭 他也知道那個時候我暫時回不去 然後趕快發佈通緝 讓這件事情被凍結 這是整個局 後來我得到內部的消息 原來他們就是怕被調查證據 可是你不讓我在台灣調查證據 我們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在海外 在英國就五個案子要進入調查證據 所以蔡英文你被找到去